公元934年,石敬堂好不容易得到后堂皇帝李崇科的恩准,得以担任合同接度使 他从京城出来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晋阳,很快就抵达了自己的老巢晋阳 直到此时,石敬堂才松了一口气,但他深知李崇科对他的顾忌依旧存在 为了自保,他只能对外称病,不理正事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舞台演绎,我是杨立辉 石敬堂的儿子,石仲英,石仲义,在京城中任职 他们受石敬堂暗中嘱托,打听朝廷和宫中的消息 于是,他们满通了太后身边的人,不论朝廷或宫中的大使小情,都悉数传报给石敬堂 当时气丹不断地侵扰边境,朝廷派大军,团兵在幽州附近 让河东和幽州共集粮草 河东节斗使石敬堂和幽州节斗使赵德军联名上表 希望朝廷能够增援粮草 朝廷就让郑州出捐五万匹,把河东百姓的粮食换走,运到幽州边境 石敬堂又带领大军出晋阳到达新州,方便正远北方 那一年,天大汗,收成不好,军事门也是短衣扫时 再加上石敬堂催促的急,难免有一些抱怨的声音 好巧不巧,朝廷竟然在此时前使给石敬堂大军送来衣物 这下子,军事门乐客了花,大呼万岁 石敬堂听到军事们的欢呼,心中十分担心 这时身边的幕僚在旁禁言道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现在军事没有得到命令就擅自高呼万岁 已经是目无主帅了 以后还如何指挥,应该查出带头的军阀处置 石敬堂心中正式担心此事 听幕僚一说,就让刘志远调查带头欢呼之人 刘志远办事得力,很快就查出来三十六人 石敬堂把这三十六人推到大军前,斩首示众 让军事们观看,以经校友 朝廷使者回到京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重科 李重科心中生疑,就派遣武宁军截斗使张敬达带兵北上 名义上是协助防御器单,实际上是防范石敬堂 石敬堂也不傻,自然知道李重科的意思 也暗中提防张敬达 虽然彼此之间互有猜忌,但并没有彻底闹翻 就这样过去了两年,时间来到公元九百三十六年 农历正月,这一天是李重科诞辰 他大摆宴席,文武百官前来祝贺 李重科心中高兴,就喝了很多酒,大醉而归 回到宫中,宫中内眷也给李重科助寿 这里面就有石敬堂的妇人永宁公主 她特意从静阳赶到洛阳,就是前来给李重科诸寿的 永宁公主举杯祝贺,李重科喝完后,笑着和公主说 驸马最近在忙啥呢? 公主答道 静堂多病,每日都在卧床休养 李重科道 我记得他筋骨素来强壮,为何突然病得如此严重? 公主既然来到京城,就多住几日 驸马那边就不要操心了 公主急忙道 他现在正需要人侍奉 所以我今天办寿,明天就回去了 李重科不等他说完,就沉醉地说道 才来京城就想着回去 莫非是想回去和驸马一起造反吗? 公主听了此话,吓得连忙跪拜 然后告辞而去,李重科也回去休息了 第二天醒来,皇后刘氏就和李重科说了昨天醉酒食言的事情 这个刘氏素来强悍,李重科也记得他三分 李重科现在已经记不起昨日之事 听完皇后描述,心中后悔不已 当下遭入公主,好言安抚 说自己昨日喝多了,希望不要戒怀 公主自然谦逊,表示没事 但经过此事,永宁公主也不敢立马离京 只好在宫中多住了几天才回去 李重科为安抚公主,特意加红他为晋国长公主 公主来到晋阳,就把李重科喝醉说的话说给了石敬堂听 石敬堂心中越发的恐惧,就写信给京城的两个儿子 让他把洛阳的财产全部运到晋阳 就说是军费不足,用家中之物接济 但这样一来,京城之中,谣言是起,说河东将要毛返 李重科也听到谣言,就连夜召集群臣商议,和大家说道 石敬堂心镇的至亲,本来就不需要怀疑 但现在谣言不止,如果真的有万一,咱们应该如何应对 群臣都不敢说话,彼此相顾,失误了半天 李重科见他们都不说话,就让他们退下了 学士李松和吕琪说 我等身受黄恩,怎能袖手旁观 您治虑过人,究竟有没有好主意 这个吕琪咱们之前提过 其父吕衍一家被诛时,被门客偷梁换柱,幸存了下来 后来被李重科发现,提拔重用,现在也是学士 吕琪答道 如果河东谋反,必然会勾结齐丹 齐丹太后,因李战华来我国之事,和我国交恶 如果咱们把李战华送回去 再许以和亲和遂弊 估计契丹必然欢欣接受 到时就算河东启事,也无能为力 李松答道 这估计是目前最好的计策了 但钱财都归三司馆 需要先和三司使张延朗商量之后 方可上奏皇上 于是李松和吕琪一起来到张府 张延朗在明中时就担任三司使 后来李松科创委后,让他担任李部尚书兼同评张氏 仍掌管三司 三司是渡资、盐、铁、户部的合称 掌管天下钱粮 张延朗听说李松、吕琪前来拜访 联盟相迎 二人说到想法后 张延朗道 李松科又找来宣文玉 以此事 薛文玉说道 李松科不禁私声道 第二天 李松科紧急 把李松和吕琪照住宫中 二人以为是要审阅国书 就揣着草稿来到宫中 不料李松科面露怒涩 二人刚醒过李 李松科便斥责道 你等应该顾全大体 你等应该顾全大体 为何出此核心下策 但吕琪不已 但吕琪拜了两下就停了下来 李松科怒目道 李松科被他这么一说 怒气烧简 让他们二人起身 然后又吃酒压惊 二人喝过酒 就退下了 没多久 吕琪就被贬关了 曹琪看懂李松科的意思 哪还有敢再提核心的 忽然接到河东石敬堂的咒章 上表说自己身体磊弱 希望解除兵权 改任他处 李松科看完咒章 知道这并非是石敬堂的争议 但既然石敬堂 自己请求一阵 于是就拟止 把石敬堂改任到运州 李松和吕琪 又上书劝谏 书密使黄浩 也力劝不可 但独独薛文宇愤然道 俗话说 道庞住室三年不成 此事应该由圣上才多 群臣都是为自己考虑 怎么会把话说明 陈廖静 不管是否一阵 河东必防 还不如先占有先期 李松科大喜道 你说的正和正义 立马让人拟止 改任石敬堂为天平君节度使 并让张敬达 前往催促石敬堂 尽快启程 石敬堂之所以上表 其实是想施探朝廷 但没想到弄假成真 急忙召集猪将 和他们商量道 我来河东时 皇上曾许诺让我终身在此 不再更换人接替 现在忽然下令改一运州 看来就像公主之前说的 皇上已经猜忌我了 我难道就直接等死吗 猪将听后 都劝石敬堂暂且隐忍 先到运州 但有一人出言反对 众人一看 正是刘志远 他说道 不可不可 您现在前往运州 那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试想 您在此处兵强马壮 如果现在起兵传袭 地业可成 奈何因为一纸诏书 就要甘心投往湖口呢 石敬堂正要说话 旁边的长书记 桑维汉说道 您之前留在京城 主上难道不知 不应放您出来吗 但他依然放您回阵河东 也是天意呀 更何况 当今圣上是养子继位的 名不正 言不顺 您是名宗爱序 反而遭到猜忌 如果不早做打算 后悔就来不及了 石敬堂等的就是此话 于是向二人攻守道 你们说的很对 但恐怕河东一阵 不足以抵抗朝廷啊 桑维汉又说道 契丹国主 曾和明宗约为兄弟 现在部署大军在西北 如果您能诚心屈结 服从契丹 万一咱们打不过朝廷 就喊契丹帮忙 何患大事不成 于是石敬堂决意发难 立马让桑维汉 起扫表文 上表朝廷 请李重科退位 让位给许王李重义 李重科看过表文 火冒三丈 把表文深得粉碎 扔在地上 立马下旨 斥责石敬堂 石敬堂这边 和刘志源等人 记忆已定 正式起兵反叛 李重科下旨 废除石敬堂的官决 并让张敬达率领大军 会同各路藩镇 杀奔静阳而来 身在静阳的石敬堂 石敬堂立马赶到危急的到来 正在此时 又传来一勾噩耗 让他顿时 手足无措 连忙派人前往契丹求援 那石敬堂 接到什么噩耗呢 契丹会爽快的 前来帮助石敬堂吗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了 原创真心不容易 请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你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